哇 这个再大 这里还发现一个 这两个 哇 这个还要大一些 看样子这片比较多 我把它整的快一点 挖快一点 正去挖的更完美一点的 哇 黄金大冻笋 好漂亮 我是英哥 最近我们这里下雪了 有很久没给大家更新视频 今天雪业坏差不多了 今天就上山去挖点冻笋 看看今天一起怎么样 能不能挖那种超级大锅的 我们挖当时来做这种约约新的猪子 比较茂盛这种 它的出生力会高一些 它的猪压在那边 它的猪根据在那边 我们就使用它这个方向开始挖 这一根猪边 像这种猪边的话 我们就从它这两边开始挖 一块一块这两边都有 哦 这一个 看看 它这一块比较小 这个比较小已经出土了 我们从这里开始挖 再挖上一个 就是这个太小 我们再继续挖 看看有没有大地 哦 又挖了一个 想到这个地方这么多 但是这个也比较小 剥出来就很少了 这根猪边上已经发现两个 这里挖了一个 这里挖了一个 那这个不小心就挖了 现在我估计在这个位置 应该还会有 这时候一定小心一点不要挖了 这根猪边就是这根猪子的 它的结枕的比较短 说明它有生力帧比较浅 所以这两个生力帧非常浅 在这个地方还有 哦 这有一个 哇 看看 其实这一个它也同样装在外面 它整根猪子比较大 这条猪子装在另一条猪边装在 整个猪边比较密 看来存在比较多 我们就沿着这个 继续往下挖 这里有发现过 看样子还比较大 挖出来看看 哇 这个再大 这里还发现一个 这两个 看样子这一片比较多 我把这整的快一点 挖快一点 挖去挖的 挖美一点的 哇 黄金大都挣 我们这个猪的名字很浪 所以我们这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拋着拋着拋着 因为它的游戏已经保持出来 哇 这里一个 它这个砍的不是很大 一口一口啊了 这一口出吐 哦 一口啊了一个 虽然比较小 嘴巴还是挺小的 嘴巴也是两口 没有载气 这个挺好打 可以 有挖这么大一堆 过得也不错 打的有一斤多 冬笋它是非常漂亮的金黄色 而且长得比较干净 不像春笋 春笋上面它会有一些毛毛在上面 这个不会有 而且冬笋挖之后不会影响第二年的春笋 也不会影响竹子的生长 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 关注山科的灵工 帮你找山里好货